我是阿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神秘又有趣的话题 金字塔 以及和金字塔有关的都市传说 今天主要说一说几萨金字塔群 金字塔有很多 有埃及金字塔 玛雅金字塔 那埃及金字塔也有很多在不同的地方 今天我们主要说一说几萨金字塔群 首先聊聊那个最火的传说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他们觉得在四千多年以前 古埃及人怎么可能造出这么牛掰的建筑 想象也是 那些巨大的石块 尤其重打几吨 最远的石块要从900公里开外的 阿斯旺踩石场运到寄散 按照我们的认知范围 那个时候的科技 远远没有发现到 能够把几吨重的大石块搬运几百公里 再把它们移到几百米高的地方 再加上每个石块之间都严丝合缝 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 那么古埃及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阿森也觉得这确实是有一些匪夷所思 有些人说可以通过核运 先把石块装到船上 然后再顺流而下运到击撒 但是装卸石块 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那些大石块都太过笨重 但其实科学家们早就研究过了 他们认为古埃及人完全有能力建造金字塔 因为他们有很多工人 而且有一些简单但有效的工具 比如说坡道和滚木 虽然这些工具看起来很原始 但是很有效 而且古埃及人可是精通物理和石匠的建筑师 他们懂得利用简单的物理原理来搬运这些巨大的石块 古埃及人用的坡道分成几种类型 直坡道 螺旋坡道 和阶梯坡道 这些不同的坡道设计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不同的施工阶段和场景下发挥不同的作用 首先 直坡道是最简单的一种 这种坡道就是一条直直的斜坡 从地面一直延伸到金字塔的施工点 直坡道的设计很直接了 施工起来也相对容易 工人们可以将石块沿着这条斜坡推拉上去 不过直坡道也有它的缺点 随着金字塔高速的增加 直坡道需要不断的加长和加高 要是金字塔太高的话 直坡道就会变得非常陡峭 石块很难搬运上去 要么就把坡道加长 而且建造和维护这么长的坡道 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就比如说如果金字塔的高度是100米的话 那么直坡道的长度可能需要达到一公里 甚至更长 这对当时的古埃及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挑战 不过直坡道的优势在于它的设计和施工相对简单 尤其是在金字塔建造初期的时候 螺旋坡道是围绕着金字塔的外部 像螺旋一样盘旋而上 就跟我们的那个盘山道一样 盘山的时候要走盘山道 有很多盘山道是围着山一圈一圈绕上去 这样可以使坡道相对较缓 工人们可以轻松地搬运石块 螺旋坡道的一个挑战就是设计和施工的复杂性 工人们需要精确计算坡度和转角 以确保坡道能够稳定地围绕金字塔上升 另外随着金字塔的高度的增加 螺旋坡道的长度也会不断地增加 这也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时间 尽管如此 螺旋坡道在金字塔建造后期非常实用 特别是当金字塔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螺旋坡道可以围绕金字塔逐层上升 逐步运送石块到更高的位置 这种方法不仅省力 还可以更好地适应金字塔的逐渐增高 阶梯坡道的设计呢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阶梯 工人们把石块一步一步地搬上去 每一步都有一个平台 石块可以放在每个平台上暂时放置 然后再继续向上搬 阶梯坡道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工人们可以在每个平台上休息和调整 减少了搬运过程中的风险 尤其是在金字塔建造的过程中 工人们可以更好地控制石块的移动 避免滑动和掉落 不过阶梯坡道也有它的挑战 由于要建造多个平台 施工时间和资源投入相对就比较大 此外随着金字塔高度的增加 阶梯坡道也需要不断地加高和延伸 这也增加了施工的难度 虽然建造这些坡道都有难度 但这些难度是可以克服的 并且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用 就可以把巨大的石块运送到指定的高度 除了各种坡道 国外接人和使用了各种滚木技术 这种方法很聪明 就是把圆木头放在石块下面 让石块在上面滚动 这样搬运起来就省力多了 圆木技术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利用圆木的滚动来减少摩擦力 工人们将石块放在几根圆木头上 然后几个人在前面拉 几个人在后面推 石块就能在圆木上向前滚动 当石块滚动到某一段距离后 后面的人再把圆木搬到前面 继续滚动 这种方法非常节省体力和时间 国外接人可能会用这种方法 在平地上搬运石块 然后再通过坡道将石块运送到金字塔上 不过滚木技术也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在坡道较大的地方 滚木的效果就不如平地上那么显著 另外国外接人还需要用大量的圆木 这对当时的资源管理也是一个挑战 法老的诅咒是最经典的传说之一 据说谁要是打扰了法老的安宁 谁就会遭到可怕的诅咒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图坦卡蒙的墓 在1922年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考古学家叫 霍华德·卡特他发现了图坦卡蒙的墓 结果参与发掘的卡纳冯勋诀不久后就去世 然后有好几个参与发掘的成员也相继去世 这就让大家觉得法老的诅咒是真的存在 不过对于这个诅咒其实有很多的解释 一些科学家认为 古墓里面可能有些古老的细菌或者是真菌 这些东西在密闭的环境里保存了几千年 墓穴被打开以后 这些细菌或者真菌就被释放出来 导致考古学家生病 也有的说法就是说 古埃基人为了防止盗墓贼 在墓里设置了一些有毒的物质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那个著名的诅咒碑文 据说在图坦卡蒙的墓里发现了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谁打扰了法老的暗铃 死亡之以就会降临到谁的头上 当然这些死亡也有可能只是巧合 毕竟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都比较差 任何感染或者疾病都有可能是密 据说金字塔本身就有神秘的能量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说法 这些传说认为金字塔不仅是木屑 它的形状能够聚集宇宙的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用来保存食物 治疗疾病甚至增强精神力量 有人还做了实验 就是把食物放在金字塔形状的小模型里 结果发现这些食物保存得更久 还有人说冥想时坐在金字塔模型下会更容易进入状态 获得更深的精神体验 据说20世纪30年的法国探险家 安托万鲍维斯声称自己在埃及旅行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实验 他将一只猫的尸体放在金字塔的中心的位置 结果发现猫的尸体没有腐烂 而是自然干燥的保存下来 所以旺维斯认为这与金字塔的形状和能量长有关 还有一个实验 就是卡尔·德鲁巴尔实验 卡尔·德鲁巴尔是一个捷克的工程师 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 进行了类似的实验 他制造了一个金字塔的模型 并且将剔虚刀放在金字塔模型的内部 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剔虚刀不但没有生锈 反而变得更加锋利了 他将这一形象称为金字塔能量 或者叫金字塔效应 传说金字塔下面有很多隐秘的房间和秘密的通道 很多人相信金字塔底下藏着无数的宝藏和未解之谜 特别是胡夫金字塔 传言说 它的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里面藏着法老的宝藏和古老的秘密 一些探险家和考古学家 在金字塔附近探测到了神秘的空洞和异常的信号 认为那里可能隐藏着尚未被发现的房间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确准的证据证明这些地下结构的存在 科学家通过现在各种的技术手段进行探测 也没有发现任何地下迷宫或者巨大的宝藏 不过金字塔的确有一些未解之谜 比如说胡夫金字塔内的国王室和王后室之间的通道 以及一些神秘的气景 这些结构的具体用途至今仍未完全探明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结构可能与古外籍的宗教仪式或者天文观测有关 但是具体的细节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揭示 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另外一个有趣的传说 就是吉萨金字塔群的三座大金字塔 古夫金字塔 卡夫拉金字塔和恩卡乌拉金字塔 他们的排列方式非常精确 与猎狐座腰带的三颗星在夜空中的相对位置非常相似 这种对齐的现象引发了诸多猜测 认为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时候 可能有意将这些建筑物与天上的星座相呼应 也表达对宇宙的崇拜和敬畏 阿三认为如果古埃及人真的能够把金字塔建造成 与猎狐座腰带上的三颗星的位置相对应的话 那么古埃及人的科技和天文学水平 一定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了 猎狐座是夜空中最显出的星座之一 它被广泛地认为是冬季星空中的代表 猎狐座腰带由三颗几乎在一条直线上的明亮的恒星组成 这些恒星在天空中的排列呈现出一条几乎直线的结构 使得猎狐座腰带在夜空中非常引人注目 吉萨金字塔穷的三座大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卡夫拉金字塔和蒙卡夫拉金字塔的排列 与猎狐座腰带三个星的相对位置在许多方面都相似 胡夫金字塔是三座金字塔中最大最北端的一座 它对应猎狐座腰带中的最东边的恒星 卡夫拉金字塔位于胡夫金字塔的南侧 稍小一些 它对应猎狐座腰带的中间的那个恒星 那文卡乌拉金字塔是三座金字塔中最小最南端的一座 它对应猎狐座腰带的最西端的尼克恒星 这些相似性确实是令人惊叹 看来国外界的天文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我会探索更多古老文明的神秘故事 还会探索深邃宇宙的奥秘 记得点赞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一期视频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